我爱满陶采 没有什么嘉宾请不来 嘉宾的体验只是开始 他们的感悟更让人感动 或者更让人发笑 本期节目让嘉宾与动物零距离接触 讲述跟动物在一起的故事 上航一跳 开始开始哦 我爱满陶采 我就爱乐呵 像是小鸣听说 但是让你不和我 爱满陶采 我就爱乐呵 爱满陶采 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陶采 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陶采 我就爱乐呵 耶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我爱满陶采 哎呀 你看我今天在这儿 我觉得特忙活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伙伴 来 来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熊猫 萌萌 萌萌 我们的真名叫什么 讲师萌 真是萌萌 萌萌 萌萌的萌 哎呀 是我们这个满陶采的一位好朋友了 大家今天的角色就是 大熊猫 萌萌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嗯 看到我今天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搭档 朋友们猜到了 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啊 已经是跟动物有关的 我们请来了几位我们满堂采的好朋友 也是老朋友了 去动物园 跟很多动物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谁会有这样宝贵的经历呢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隆重登场 现在大家打招呼吧 那是 大家好 我是何云伟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咱们的农民歌手 大一哥猪之文 大家好 我是农术师刘世杰 好 哎呀 看他们三个这样 您能看到 跟什么样的动物有亲密接触吗 刘世杰 你是去 跟长颈鹿进行了一起亲密接触吧 不要因为我个子高 就跟长颈鹿接触好不好 不是吗 没有 我是 你说错了 跟长颈鹿接触的是我 看你 长颈鹿一出生都一米八 真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我特别爱乎喜欢一些小动物 真的是 小动物一出生一米八 您看您有一米八 这跟动物打交道 跟个人的个头没关系 你真的是跟长颈鹿来的 听这边说的特别对 长颈鹿生出来 个头就一米五到一米八 像你这个一米三 不不那个 我一米四五 对不起 我说多了 坏了 你真的跟那个长颈鹿进行了 你够得到他吗 我干嘛要够他呢 我还跟他做了很多的小游戏 小试验呢 真的 那当然了 特别拭目以待 朱之文你是跟 我是跟那个小鹦鹉 你跟鹦鹉打交道 我跟 交给他唱歌 你叫他唱歌 滚滚腔腔腔 都是什么 不是 你跟那个鹦鹉打交道 什么人玩什么鸟 我是什么鸟 我没那意思 我看您那个今天穿的像金刚鹦鹉 真是像 教鹦鹉唱歌 那我特别期待 你不会跟小鹦鼠去玩下去了吧 我去的是动物表演区 对 训兽 对 你训兽 学了一些技巧 真的 对 而且非常恐怖 很凶猛 是啊 对 卖个关子 我们期待 期待 你看看 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跟他们比 我觉得我是最热爱动物的 可是去动物园体验 我就是报名报晚了 然后导演说就没这次机会了 说半天你没去啊 没去你干嘛来了 我今天就是来机馆的 比咱们谁更热爱动物 更了解动物 那你没戏了 你没戏了 我们三个动物专家 你没戏了 我跟你讲 你们才没戏呢 我热爱动物 我把我自己的名字都起成动物了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大攀的 就是大童猫的意思 大看的 也别说这大话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但是你要说 谁能够判断 各位最了解动物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本事 我还是请来了一位 我们中央电视台 跟动物最有感情的 跟动物打了几十年交道的 一位前辈 来做今天的裁判 来 让我们欢迎 赵中香老师 欢迎你 欢迎你 起这范儿了 您这音乐一起来 我立马就觉得我要到 动物心间 进入另外一个意境 这是片头 然后进入另外一个意境 用您的声音带我们进入那意境吧 我们可想听了 春天来了 冰雪消融 蓝天白云 花明柳媚 芳草遍地 来了这么多人 是来到赛伦盖地大草原吗 哦 大概这就是我们一贯的这种 这风格 对 我这样说了有三十四年了 所以今天呢 因为今天有好多 我看很年轻的孩子们 来到现场 你们热爱大自然 喜欢动物 那咱们就欢聚一堂 一一到来 好吗 太好了 哎呀 赵中香老师一番话 就知道 他对动物的这份感情 赵老师说了 说了三十四年了 我今天三十四岁 真的假的 真的 把你都说出来了 你看看 今天大家跟动物 有一次亲密的接触 我觉得先从何韵伟开始 到这来 你想让你三十四岁 没问题 三十四岁的何韵伟 跟长颈鹿 进行了怎样的亲密接触呢 来 我们走着瞧 哎 您好 他们说您是海生 我是吧 我叫布海生 海量是吧 对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咱们现在去看个动物吧 先让人瞧 你个任务卡 行行行 我还很期待 什么动物的 我觉得 那块怪石上 可能会有任务卡 我找着了 可这呢 这是我的任务卡 还找着了 您 还有您 您 今天的任务是 长颈鹿的体检日 为长颈鹿搭配营养配餐 量身高并且记录 咱们一项一项完成吧 走 您看到了 这就是我的操作间 这就是我的操作间 在这里呢 我会给我的像 长颗鹿搭配最营养的套餐 您看到有芹菜 大葱 苹果 杨白菜 还有肉 我就纳闷了 这个长颈鹿 它不是吃素吗 不是吃荤了 到底哪个 它爱吃呢 那我自己想办法了 行 干活就得像干活样 是吧 我先戴一戴手套 董老师的手套戴反着 我觉得肉啊 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长颈鹿是素食 所以肉排除 我选择的是 带有印的芹菜 董老师 您这么切不对 因为有这个根部 它是比较硬的 长颈鹿它不吃 长颈鹿也不用 不需要切这么碎 我知道 切段 切段 我要为你做做饭 我要为你是希望 然后滴里滴汗 滴在爱的汤 行了 我搭配着营养 快餐 快餐点 搭配着营养餐 已经做好了 长颈鹿能够饱餐一顿 这喂猪的 哎呦 这草太顶尘 长颈鹿 哎呀 吃饭了 估计 路胆小 这哥王小波呀 半袍都没了 潘角鹿吃的 冰箭饮 我特别高兴 我的努力没有排废 最后这是最难的了 就是量身高 但是这路太糟了 您得过于没梯子呀 没梯子我没法量啊 这全靠到孙女了 得嘞 我就拿点凉吧 不行 这一来了 我得回去 幸亏他来了 他是这酒里边最弱的一个 我不怕他 我不怕不怕拉 我不怕拉 我不怕 无法靠就靠近 万一他要一反性 是吧 要给你脖子 受不了 我借助这网子吧 那么现在就开始量长颈鹿的身头 跟着吧 我拿 哎呦 哎呦 这儿有这个竹印 我拿竹子给它引过来吧 哎呀不好 他流汗辣子了 他这蛇 这又怎么 这不大了 要搬路了 他这蛇的还是很长呢 站起来了 我估计到 4米3 这到底4米445 差不多 好了 我已经量完了 我眼泪都下来了 K30 这只小鹿 这只大鹿 4米30 对 差不多 作为我们来说呢 呃 建的长颈鹿啊 是一个吸引劲 可是呢 作为饲养员就不同了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任务就是 让这个长颈鹿 包括其他的动物 健康的成长 我也希望 呃 咱们这个饲养员呢 呃 已经能保重身体 对我们普通人 应当更多的关注 饲养员 关注他们的生活 那么 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长颈鹿的耳朵 向后悲表示什么 第一 长颈鹿饿了 第二 长颈鹿心情不好 第三 长颈鹿生病 请问 长颈鹿的耳朵向后 表示什么 当我选择 我饿了 我生病了 我不爽 咦 萌萌 我觉得应该是我饿了 为什么 饿了 耳朵往后一杯剪 显得没有精神 这搭了 没精神了 是不是 这个 不爽 你觉得不爽 为什么不爽呢 因为我生气的时候 我这个耳朵就 你现在生气了 是吗 对 只是我背不过去 背耳朵还是公子 就是什么觉得 我觉得 我不爽 答案是 一个饿了 两个不爽 赵老师 让我说说 您说说 还是说 您猜猜 你公布正确答案吧 待会儿我再说 我把你的正确答案 再点评一下 赵老师要点评 我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我不爽 他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仍然认为 跟他的家乡比起来 还是差得很大 因此他爽的时候 应该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也觉得 他是他不爽 关于动物 有非常非常多 有趣的知识 我们一点一点 慢慢地去了解 慢慢地去体会 那接下来 既然何云伟 去体验 这个跟长领路的亲密结束 那接下来 就由何云伟 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 好不好 没问题呀 叫什么 叫动物研究 来吧 动物研究 您看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得好好学习 那是没错 您拿我来说吧 喜欢研究 好啊 尤其是小动物 我最喜欢 是吗 这是去年下几天 我在郊区 发现一种动物 什么呢 小蛤蟆 青蛙 学名叫青蛙 没错 俗称叫蛤蟆 可不是大蛤蟆 这么大个的小蛤蟆 小蛤蟆 小气蛤蟆 哦还气蛤蟆 我一看这么大的小蛤蟆啊 把我高兴坏了 我都走不动道了 也对 什么人玩什么鸟吗 哎 这怎么说话呢 这是 就您这身材 也就玩点的绣针的 不不不 我非常的喜欢它 是吗 我不能让它跑了 哦 我把它逮住 干什么 找了一块青石 哦 把这小蛤蟆放在青石上 哦 还爱抚爱抚 做个小试验 什么试验呢 嘿 我 吓蛤蟆一跳 哈哈哈哈 我很镇定 你很镇定 我没事 没事是吗 我没事 我没事 那个蛤蟆吓坏了 这蛤蟆一受惊吓 垫不宁腰 蹭出去了 蹿出去了 我趴在地上 用这闸 凉一凉 哦 这么些闸 我这么一凉啊 蹦出去四米 四米一晚 这是个玩意儿吗 有点意思 不能让它跑了 怎么着呢 紧跑了几步 把它逮住 您瞧瞧 就四米远 它还得紧跑几步 主要说我的心情 嗯 主要说你腿短 这么讲话 就不礼貌了 我说的这都是实话 得回来以后 啊 我这钥匙链啊 有那个折叠的剪刀 哦 我把这剪刀拿出来 干什么 小蛤蟆举起来 啊 前腿 靠左边那只 嗯 嘎吱 剪下一个腿来 这蛤蟆跟你什么仇啊 做个小试验嘛 哦 放在青石上 又糊涂糊涂 做个小试验 嗨 蛤蟆一点反应都没有 哈哈哈哈 哇 啊 吓着了我了 啊 哎呦 吓着了我了 把你吓坏了 吓坏了 蛤蟆有后劲 啊 还是我 你看 后来吓坏了 后来吓坏了 老是我 这蛤蟆一受惊吓 怎么着 垫不凝腰 蹭出去了 又蹿出去了 我趴在地上用斩凉一凉 这回 蹦出去三米 比刚才少了一米 有规律吗 有点意思 能让他跑了吗 你又把他抓回来 把他逮住 嗯 放在青石上 哦 剪刀拿出来 另一个前腿嘎吱 剪下去了 您瞧吧 这蛤蟆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你很形象吧 哈哈哈哈 谁很形象 谁很形象 我一琢磨呀 一不做二不休 怎么着 不是还剩两条腿吗 对呀 嘎吱嘎吱 都给剪下去了 好这蛤蟆成奖杯了 您瞧没 放在青石上 啊 这回随便呼噜了 做个小试验 还试验 嘿 等会儿 我先问你 你说 这蛤蟆什么反应 你什么反应 你别问我 啊 问这蛤蟆 蛤蟆跟你一样 老是我 您瞧见没有 嘿嘿嘿 怎么吓唬啊 这蛤蟆也不动了 哦 哎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 嗯 我得出真理来了 什么真理啊 没听明白吗 啊 没听明白 一个健全的蛤蟆啊 四条腿 对 一受惊吓 蹭出去四米 这数据我们还记着 剪下一条腿去 啊 三条腿的蛤蟆 嗯 一受惊吓 蹭出去三米 仿佛有点规律 以此类推啊 啊 没有腿了 嗯 没有腿的蛤蟆 啊 它一动不动 嗯 真理出来了 是什么呢 就是说没有腿的蛤蟆啊 啊 蛤蟆就聋了 你不要 两会儿 两会儿 什么烂七八糟的 这是 它听不见了 是啊 听见它也蹦出去了 你想都没腿了 它怎么蹦啊 我把这腿给忽略了 瞎研究 我说喜欢研究小动物 是 您怎么样 也不错呀 您也喜欢研究 喜欢的 那太好了啊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您说世界上的小动物啊 甭管是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嗯 河里富的 草克里蹦的啊 哪种动物嘴最快 问着了啊 您问着了 问着了吗 错过是我啊 谁也不知道 谁的嘴最快啊 小燕的嘴最快 小燕 小燕的嘴最快 这个小燕怎么嘴快呢 您听着它平常鸡鸡扎的都这么叫唤呢 什么动静啊 嘴快 你烫着了 没好吧 这小燕嘴快 哦小燕嘴快 我认为不然 怎么呢 小蛤蟆嘴快 你就认准这小蛤蟆了 不不不 小蛤蟆确实嘴快 怎么可能小蛤蟆嘴快呢 您学的小燕 我学的小蛤蟆 咱们说它十个数目字 哪十个数目字 从一数到十 这十个数目字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您来这小燕 可以 我试试啊 从一数到十 来 听着啊 一二三四五的圈就十 一二三四五的圈就十 你看 一二三四五的圈就十 嘿 够快吧 还真够快 你那小燕嘴快 再快也没有 我这小蛤蟆嘴快 听你这小蛤蟆的 您注意 俩五 俩五 你说没事 拿剪子把蛤蟆的团给绞了 这多淘气 又多残忍的 这不是也说嘛 你得跟大家解释 你没剪过 那当然是没剪 真的没剪 当然没剪过呀 我真没剪过 真没剪过 那像蛤蟆道歉 对 蛤蟆听得懂 基本上新一个相通 对 哎呀 我觉得特别可爱 接下来啊 又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 谁啊 他去了动物园 他可是爱动物 谁啊 到底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北京野生动物园 哎 这好像以前来过 但是好像现在变样了 不知道里边的小动物有没有变 呃 今天可能会见到好多好多的小动物 来一起去看看吧 好 穿好衣服了 全部装了 但是不知道今天任务是什么呀 你说衣服应该 应该能完成任务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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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这个野生动物园真的是挺大的 我就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这这动物好像都挺奇怪的 有我认识的 您让我卡在这个园里边 你自己找一下吧 在这里边啊 天呐 啊 他过来了 哈喽 哦 啊哈哈 你怎么直接就过来了 你好 我是金龟子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吧 请 哇 这有好多胡萝卜挂了 哎 我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 这这这这这 光看胡萝卜了 这还挺难摘的 啊 就是他 哇 你看照片 跟他们一样 今天的任务是 众里寻他一小时内 找到一只叫 默默的羊驼 并给他做清洁 啊 还得给他洗澡啊 我只给小狗小猫 洗过澡 这么大的 怎么给你洗啊 啊 你好 你叫默默吗 嘿嘿 哎 这么多钱 找找找也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座里 我我找 大家一起 默默 在 竖起耳朵了 还在提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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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跟他没办法似的 咱开一个车 开一个车 对啊 就是 就我要是 也行 也行 好 哦 开车了 哈喽 啊 都来了 可是你 哦 太吓人了 我 我现在的任务 赶紧看看 这个不是 哎 这个不是 他离我好近呢 我们那边走点行吗 他好像挺孤独的 每次他都不过来 我们叫他过来好不好 莫莫 他好像是 我觉得他挺像的 来 莫莫 我觉得你看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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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耳朵 然后他的鼻子上这样有一个小的白的 真的是他 啊 你怎么也来了 突然的你要是把那胡萝卜举到这个 他们就会全都脑袋都过来 然后听着那嘎巴嘎巴那声听着还是有一点担心 莫莫你多吃点 我觉得他就是 你看我找到的刚才给这是莫莫是不是 可是这任务上说 找到一只叫莫莫的羊駝 并给他做清洁 哎 这就是你的工具 啊 我觉得可能会长瓣的这样的刷子 你得远一点 这样给他刷一刷 结果没想到 他拿出一把这样这么小的 就给小猫梳 小狗梳毛的那种小刷子 莫莫 莫莫 我们来做的小清洁好不好 莫莫 莫莫 我手心跳着好多跑跑跑跑跑跑跑 x3 这是清洁的两组这样的小毛毛 你能帮助我一下吗 什么 太好了 太好了 一边呢 就很舒服 对不对 在小蜜蜂 长长条条 哦哦哦 这是胜利成果 莫莫 你觉得我今天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啊 所有的饲养员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 首先要有一颗爱心 因为这小动物真的是很繁琐 有的小动物的地方还很脏 它们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 向它们致敬 好了 现在我要给大家出问题了 羊驼 为什么冲你吐口水 A 喜欢你 B 讨厌你 C 攻击你 问题来了 请问羊驼为什么冲你吐口水 喜欢你 攻击你 还是讨厌你呢 还是它先来吧 对 出这边先来 我跟你说 你觉得为什么 它就是讨厌你 我因为应当是喜欢 人啊 脆啊 是讨厌 我觉得动物脆应当是喜欢 正好 跟人相反 我觉得是喜欢你 让你染上我的气息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可能爱意的表达 你喜欢一女孩子 说她吐口水吗 那我不会 她吐口水 刘哈拉 刘哈拉 刘哈拉也算是一种表现 那羊头说不定她就是这种表现 因为她喜欢你 对啊 咱俩一致 女孩 我们一致 我认识的应该是讨厌你 讨厌你就像你吐口水 中确的答案是您来还是我来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属于公鸡 啊 真是公鸡啊 对 它能萃你 它没有别的办法 又没有鸡就不能顶你 它的意思就是打不过你 我要吐你一脸口水 对 这倒不吐 好的 哎 刚才我们看到有各种 今天萌萌是吉祥物的状态啊登场 但是其实赵老师 你知道今年春晚上有一个吉祥物叫羊羊 对对对 给大家派红包 摇一摇 然后时不时出来主持一段节目什么的 那个羊羊 她有一个动作的一个状态 就是照着这个人物的动作出来的 她是谁呢 来 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出色的雅剧演员 立会有请 请不吐 请不吐 我就是爱音乐 别叫我停下来 我就是爱唱歌 呼吸打着节拍 我心里的热气 是我的指南枪 我点点油道道 逃避浪淘 有万种的委屈不止一笑 我一下低 我一下高 摇摇晃晃不肯闹 酒里千坑我会知道 哎呀 哎呀 海洋馆的生活丰富多彩 来吧 葵葵 你还有我呢 给你鱼吃 这次两位也是来自辽东大学的两位同学 谢谢你们 谢谢 好的 亲爱的朋友 接下来又有哪位好朋友去动物园进行了动物体验呢 来我们接着看段线 春天来的万物复苏 生活在热带雨林的鸟儿脉 迎来了交配 好不 是迎来了一位新朋友 咱们现在就进去 可以可以 你先进 好累好累 一会再往前走 你先在这儿 先坐几下脚 消一下毒 这是我们的消毒小调 可以往前走了 对 别怕我 咱们是好朋友 你今天的任务是 教会鹦鹉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感觉到小小鸟唱两句话 一点问题没有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 小鸟子 这只小小小鸟 我是 这时的大一哥已经无计可失 饲养员建议他去找巡鸟师学习正确的教法 一路打听 他终于找到了巡鸟师 刘波 我的爱让你带着 我放着你来 你不那个大一哥是吗 太惊喜了 好好好 谢谢 再训练了 我请你快帮忙忙 怎么能让他觉得学会唱两句歌 你可以这样 先尝试一下 看看我们训练的节目 尝一下什么样 你按照这种顺序去做 好 谢谢 好 我们可以现在尝试一下 我让他去飞到一个点上 陈老师挤一下这个圈 好吧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来 不过 走 我想飞得更好 飞得更高 来 请我们的老师来唱歌 配合一下好不好 来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妒 红红的小苹果 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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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你来 好 好 我想回去教那个红红 就是那个唱歌 怎样是那个交代你给我说 你训练这个方法 这样吧 我交给你三点 第一点 就是说跟他搞好关系 第二 耐心 耐心 第三点 还是耐心 还是耐心 对 好 那我就回去就教教他一件 对 谢谢 谢谢 红红 红红 我看见了 红红 这个是红红的 来 来 唱歌 我是一只小小鸟 要有感情 要有耐心 再耐心 我 你还是你好 我这吃你一百年了 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伤害 淹没我而爱 你帮帮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行吗 你却忘了离开 朱志文老师 您任务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您任务失败 交易不了了 您已经发现没救回 这就是失败了 刚才在刘伯老师说 我来就说 让我又倾静耐心 还耐心 但是我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三种方法 我都已经用完了 但是 很抱歉 很失望 我真的不知道 小娘能不能唱歌 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鹦鹉 到底能不能学会唱歌 这50%你能猜对吧 能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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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您说了 不能 你觉得不能 他都那么耐心了 都没有学会 学说话倒可以 这唱歌有旋律 这难度大点 你觉得不能 是吧 我反对 我觉得肯定能 因为以前我爷爷就养了一只鹦鹉 就会唱歌 每天都特别耐心地教他唱歌 最后这只鹦鹉成功地学会了东方红 真的 东方红 海洋圣 天天岛给我唱 我问问你吧 你小名是不是叫鹦鹉 我教他 我教他 那世杰呢 我对鸟有特殊的情节 我知道 因为我是职业模式师 我会经常会变到鸟类 鸽子 有一些小的动物 鸽子 然后呢 鹦鹉 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可以学会唱歌的 你觉得能 对 当然 一定是可以的 简单的旋律应该是可以的 赵老师觉得 可以 我想简单的旋律 因为我听过就是不是录音或者不是片子里的 那个里头还有鹦鹉学说书的都有 天哪 我到一个朋友家去 经常会被他吓着是什么的 叮咚 他学的门铃 特别像叮咚 对 他几乎是这样 他这就已经是乐器了 应该说要简单的旋律 现在可以学那手机铃声 来吧 正确答案是 可以 可以 而且不仅我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可以 而且今天我们现场啊 大家想看看会唱歌的鹦鹉吗 想想 想看吗 想 想看吗 来 这 我说 好朋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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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是吧 行 请你来过来 请你 请你 行 行了吧 我说 小小小小 小小小 要快要快 要快要快 走 小幺 我刚才 已经这个牛吹出去了 我说 我听见你说话了 我说会唱歌的鹦鹉 会来到大家面前 他会唱吗 他会有紧张吗 在舞台上来 这个得跟他飙 你飙的越高 他会飙跟你飙的越高 他在嗓子好 来吧 暂时一下 咱们先唱小小鸟 好吧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我想飞鸭飞不高 我还飙不过一个鸟呢 你还真飙不过一个鸟 我不服气 不服气 你试试 再来一遍 我 我是一只小小鸟 小鸟 小鸟飞 小鸟飞鸟飞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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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飞不高 不错了 不错了 今天我觉得也不错了 虽然有点认生也发挥的不错了 但是有一只鹦鹉我知道 从来不认生 而且发挥的非常好 非常稳定 他是谁呢 来 让我们有请 刘晨和他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们是刘晨 空空 太少太少太少的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空空啊 你今天特别兴奋啊 对啊 好久没有来玩南堂彩了 对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 哇 朱迅姐姐 嗨 你还是这么漂亮啊 我好喜欢你 好了 我们还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大一哥 他叫什么呢 我叫空空啊 为什么叫空空呢 脑袋空空啊 脑袋空空啊 所以你跟大一哥很熟了 他 我都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很红 他很红 他很帅 对对 他很帅 我乱讲的 对 不要乱讲话 对不起 他开玩笑的 对 我开玩笑的 完全开玩笑 我说你帅是开玩笑的 好了 我们今天来事实上是有一点任务的 什么任务呢 我们来表演一点厉害的好不好 可以 表演厉害的 表演什么呢 魔术表演 魔 魔术表演 对 我们听说今天有魔术师在底下 你可以回家了 哪有这样对人家说话的 刘谦是我的师弟 刘谦 你是真的这么多厉害吗 看 好 要不要看魔术 来了 好吧 告诉大家你要表演什么魔术 今天要表演的就是呢 什么呢 飞起来 飞 飞起来 嗯 等一下 空空 嗯 你是鸟 你表演飞起来有什么好看的 你搞清楚诶 怎么样 我是一只假的鸟 我 我 OK 好吗 没话说 好 今天有一只假的鸟要表演飞起来 大家看 道具 道具啊 嗯 道具在哪里 在你口袋里 在 在我口袋里 拿出来 好好好 快点 好 你放什么东西在我口袋里 大家看好 你放 啊 这是 气球 我知道 吃到你还问 不是 我说吃到气球你要做什么 吹起来 吹 你吹呀 为什么我吹 你吹呀 我是假的鸟 我知道了 吹吹吹 怎么样 哎呦 哈 再大一点 嗯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怎么样 哎呦 什么 再大一点 快点 噓噓噓噓 够了吧 哎呦 不要再矮油了 快点 你要做什么 飞起来 这样怎么样 让我咬着 让你咬着 气球 嗯 好 咬 呦 口水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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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对不起 擦干净擦干净擦干净 恶心 咬着 嗯嗯嗯 这样能飞起来 嗯 好吧 我们来看它怎么飞吧 来 一二三 你飞吧 哦 哦 飞起来了 怎么飞起来了 气球飞起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哈 耶 我好厉害 耶 什么啊 飞起来呀 什么飞起来 我以为你说你要飞起来 我有说呢 我只说我要表演飞起来 气球飞啦 谢谢 好啦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蛤 我还满堂彩耶 今天的主题是唱歌 唱歌唱歌 可以呀 那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唱 我 我跟你一起唱 蛤 对我们没有排练过 音乐老师 音乐来啊 快点 音乐 有音乐吗 音乐 来 哦 真的 你要唱哪一首歌 你听了就知道啦 你确定我会唱吗 一定会的啦 为什么 因为我会唱啊 哦 你会唱我就会唱 是的 你听着哈 好 好好好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首 听好了 一二三四 我的一身柔情 我的一天心意 我已奉献给了你 喊你 哦 不要对我冷漠 不要不理 拆我怕你冷冷地带我 祝求你的富贵 祝求你的荣华 只愿你打我真心 给我一点关怀 给我一些安慰 我就能满足我心扉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这很情感 得知足矣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 已经属于你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想念你 不想念你 幸福人生 藏在爱情里 来 幸福人生 藏在爱情里 奥运 奥运 空空强声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觉得每次看到富贵都觉得蛮神奇的 你能嘴唇不动唱歌吗 不行 你能嘴唇不动说像什么 唱歌嘴必须要张大 他刚才那个鼻子 他那个鼻子那么紧 让人看不出来 这确实有难度 嗯 我觉得要是嘴唇无动来主持节目的话 挺有意思的 你真的吗 你顺得好吗 我顺着 我顺着 就是 就是鼻音太重了 就是鼻音太重了 他又能把字说清楚 嘴唇又不动 对 而且这个接口接的这么巧妙 确实很神奇 要练很多年 特苦钻灭 对 刚才要挑战你 要不要有魔术 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要挑战你是吧 诶 那世杰也进行了动物的亲密体验 对对对 你是魔术师 不能跟鹦鹉玩 不能跟这些 得玩点大的 大动力 对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你的经验很恐怖吗 反正就是那种 你会不自觉的 你就会 你也会怕呀 当然当然会怕 我觉得魔术师是无畏的 来吧 我们看看到底 世界有什么样的恐怖体验 太可爱了 今天的任务是 更加咖啡 往动物合作表演魔术 一个难度 高了吗 跟咱那边的大型梦 大型梦 对 那已经就不小了 看咱对面就是 咱这师傅表演 我现在腿有点抖 我不知道是冷的抖 还是看到他才抖的 我喜欢白色的 我觉得特别神奇 那我今天就援你这一个经历的一梦 那你请 我带你 没得没得 哦 过去了 两个都出来 怎么还以为这一个呢 刚开始站在这 这个区域里面什么感觉都没有 从他们两个一出来 我现在这两个屁 我就不是在抖 是不是 在要攻击的时候 那时的就是那个 这个是庄庄是吧 庄庄的 初次见面 我给你准备了一点礼物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么大 所以说准备的这个肉比较小 来 庄庄 好 现在我们成为朋友了吧 之前我还想跟狮子做爬当去表演魔术 我觉得这个标的周期特别长 我觉得挺困难 我们没有别的温分一点的东西 那我们就看看熊好不好 让这位创状星先回去休息一下 看到熊镇定多了 可以试试 割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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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摸我的 一样的 他用舌头舔我的手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可以说是肉体的接触的 这个时候 这个一刹那 让我感觉特别温馨 那个时候心都快被融化了 现在我教你们最简单的动物 这是熊鞋吗 这是熊鞋吗 看到了 看到了 最佳达的 最佳达的 他已经是最完美的了 在我身边 接下来就要跟模式有关 抽牌可以吗 抽牌可以 他可以去递牌 可以给我递牌 哇 那就几个所有的问题了 记得帮我递牌啊 我也可以 各种不理 老师那您照样 我是中国技力战 我是飞先生牛 杰先生 大家好 我是飞先生牛 然后在这边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呃 运到的呢 就是出手牌 诶 我的出手牌哪儿去了 啊 我的出手牌在我的住手那儿 哦 哇 你就太不礼貌了吧 统统 太棒了 奖励 太棒了 今天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 所有个选手师都在保护我 就是说选手师 在做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 对所有的选手师 我也表示很深层的敬意 今天的问题来了 今天在这个表演场里面 大家会觉得 哪一个动物最危险 A 白狮 B 黑熊 C 猴子 世界的问题出来了 对 哪种动物最凶猛 哎 哎 哎 白狮黑熊还是猴子 我觉得 狮子熊猴子 黑熊 哦 你觉得是黑熊 对 你觉得 我觉得狮子倒是不是很厉害 一脸就能脸死 是吧 一脸你脸 不是猴子身上不是长狮子吗 你就是说那个狮子 猴子挺厉害的 你觉得猴子厉害 我觉得猴子厉害 猴子抓人挠人 哦 你觉得猴子厉害 哎 这个大家挺特别 你觉得那么猛 今天我觉得呀 我觉得是好 是吗 你知道 在我在那个场地的时候 七只狮子 在那正圈跑来跑去 突然间有一只 就做出那种要 要哭里的感觉 然后呢 当时我就 我就发现 我的两个屁股 一直在抖 我就吓得 就是完全不敢做 好的 那接下来 我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 因为世界 接下来会用一个魔术 告诉大家 正确答案 让我们掌声欢迎 刘世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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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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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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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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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